好,那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好的,我这边做一下介绍吧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DevLearning的分享会 我们DevLearning是一个GitHub的完全开源的Dev开发教程 愿景是给初级的开发者一个可执行的最简的区块链学金路径 给进阶的开发者一个可以交流和协助的平台 那么今天我们有请邀请到了周期博士 为我们做一下Uniswap V3拓展方面的分享 好的,下面有请周期博士 首先非常感谢今天这个Rebase Network的一个邀请 然后的话就稍微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然后我是周期 然后我是自己也在做项目 就是Quackchain的一个创始人 然后我们就是之前主要做一些 比如说高性能的分片技术 然后现在我们更加注重一些去块链的应用 包括比如说像DeFi、GameFi这些的 所以的话就是今天的话很有幸能够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对Uniswap V3的一些扩展方面的一些想法 那么主要是有两个方面的Topic 一个是关于就是说怎么把 Uniswap V3的他们提出来的一个叫做 叫Concent就叫做集中的流动性的这个想法 怎么能够推广到多个池子 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 就是想法 就其实特别像V2到Balancer或者是 或者是那Curve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路径 然后但是我们发现这个路径相对的话 会就是有很多一些坑吧 就或者很多很多一些一些就是比较困难的地方 所以我们今天也会主要讨论一下 我们在这方面一些想法 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 就大家知道就是说DeFi里面有个标火的热体 就是包括流动性外矿 包括最近DeFi2.0他们搞的一些 叫Porticle Control Liquid Mining 对吧就是各方面的东西 就是这种流动性外矿 那么就是说就V3的话就是我们也看到 就流动性外矿也会遇到很大的一些挑战 包括他们现在虽然有一个标准版的一个Staker 但是我们看到他其实还是有很多一些问题 包括SUSE他们的FORC也是 还是用类似的idea 所以这个问题都会存在 那么我们在这方面的话做了一些相应的一些研究 然后我们认为这方面应该会有一些更好的一些方案 当然会有一些性能上的 还有其他方面一些权衡 那么说的话今天的话也是希望能把这些主题能跟大家去 去分享然后看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未来这个方向的话还有哪些是可以去去细化去实现 或者是能够把它作为一个产品的一些方向 OK 然后那个反正我也是希望就是 我是一个比较交互性的一个 一个也更想要讨论的一个一个过程 所以的话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然后我也希望大家可以随时的提出来 然后我们可以就是即使的去讨论一些 一些想法 然后就是在整个过程中 然后然后我先讲一下就是说 关于就是在一个词子里面使用有多个资产的一个流动性 就是集中流动性是一个就是我们认为它是可以怎么去去做的 然后这也其实稍微讲一下 因为可能大家都这个比较熟悉 但是我就稍微讲一下 然后我提一下这个这个是我们是在8月16号 然后在upbit那个就是developer conference 然后去就utc上面 也分享了这个这个套品 所以可能有些数据会稍微老一些 然后就是说uniswap的话 就大家知道很简单 就是一个xyzk的一个dex 然后当我需要去把一个资产换出来的话 那么就是我要需要满足这个curve的这个叫invariant 就是一个你可以认为一个约束一个一个一个常数 然后那么这样的话 如果我当要把一个资产x放到这个词子里面换出一个y出来的话呢 那么它实际上会做一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计算 然后使得我可以得到一个这个y的值 同时换到我们做一些微积分 我们可以算出来就是说这个它的价格在这个curve这个图线的基础上呢 是等于y除以x 然后的话呢它的一个非常好处就是说它是一个permissionless 然后就是任何人都能够去创建这一个交易类 而且它的流动性随时随时都存在的 那么这个解决一个很大问题就是说很多 发现dex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它的流动性相对比sx的话 尤其是那个outbook方式的话是会困难很多 但是通过unisware方式的话 那么就会去使得它能够很好的 无许可的并且能够创建 就始终创建有这个流动性的一个一个词子 然后举个例来说比如说我只要提供 比如说一个以太坊和3000个USDT 那个时候以太坊是3000块钱 然后这个时候它就会去把以太坊作为一个初始价格3000块钱 然后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去来去去交易 那么就是说VR到自己为止的话 也还是一个非常就是流行的一个dex 那么一方面的话就是它本身的它这几个特点 另外的话就是说它在流动性挖矿方面也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优势 所以现在很多包括DFI2.0的一些项目 他们其实还是使用VR做他们的这个流动性的提供的方案 然后那么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这肯定是有一个权衡 那么权衡的话就是它的这个资金的利用的效率 其实不是特别好 那么其中主要问题就是它的这个流动性呢 虽然它的就是优点是说它的始终是有流动性 但是那么也就意味着它的流动性 这些资金是分布在这个价格从零到政务层这个范围里面去 有所有的这个价格 那么它都会有相应的这个流动性来去分配 那么大家可以知道比如说以太坊的话 那么大家都知道它很很难可能比如说小约100块钱吧 我不是先不说1000块钱 因为1000块钱很有可能去发生对吧 但是比较100块钱 大家觉得这个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那么这样我还把资金就是分配到 这流动性的资金分配到0到100块钱之间的话 那明显这个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非常浪费的一种方式 然后所以话就是说这证明大部分的很多资产 大家就通过提供流动性的资产 其实并没有有效去贡献给这个这个交易 因为这个交易只是在这个这个流动性的这个当前价格流动性方面面 来进行进行这个来发生对吧 然后那么这样的话就导致一个就是说 一个是我的这个滑点会相对会会很就会比较高一些 比如说像稳定币的互换 那么大部分稳定币大家都会认为他们的价格是1比1左右附近锚定 那么实际上使用这V2的话实际上是不是非常有效的一个产品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说它的这个因为导致这个滑点各方面的 以及我的很多的资产其实并没有去贡献在这个这个交易过程中 所以的话我的手续费相对于的话也会说的会比较低一些 这个手续费是相对于我的提供资产的这个整个价值的数目 那么这个是就是说V2他们现在遇到一个一个问题 然后那么V3的话呢 他其实就是说提就是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案来去解决问题 那么这个他们就要叫叫他们就叫做concentrate liquidity 就是说可以把这个流动性可以集中在一个价格范围 那么这个价格范围的话呢 这是他的一个圆图就是说把它价格范围挪到一个pa到pb的这个范围面去 那么使得就是说这个pa要小于pb 使得就是说我的这个流动性呢是可以只提供在这个这个范围 然后那么就是他其实提供一个多段的一个这个范围的话呢 那么使得给大家去选择这个我在不同价格范围的流动性是多少 比如说我想提供这个流动性在比如说以太坊吧 比如说我就希望就是我希望就是他不会跌500块钱 所以我就有500块钱到比如说1万块钱 就假设我对他非常好那我就500到1万块钱 那么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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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的话 我就可以把我的pa设为500pb设为1万 那么换那就是我就可以去把我的流动性在这边均匀的去去分布出来 然后的话呢在这v2的话其实就是一个v3的一个特殊的一个case 然后的话其中这个当我把pa设为0 pb设为众无穷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这两项就全部都变成了0 那么就实际上就变成xxy等于l平方就是k的这个叶公式 那么其实从几何的角度的出发的话 其实可以看到他实际上就是啊 再加了这两项之后把我的这个图形进行一个啊 向左边和向下面的一个平移 然后呢使得就是说我的曲线只在这个部分里面的话呢 那么进行一个啊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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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动 然后然后但是我就是只让我流动性提供在啊这个里面了 那么这个是一个几何上面去理解一下这个啊 v2他的v2到v3的这个这个就是v3的集中流动性的那个 那么这个其实这个也可以有注意帮我们去理解 当我们有啊就是二维的当我们有三维的时候 他会去长什么样子 然后所以后面的话我可以给大家大概可以vision一下 就是说如果到三维的话我们有三个子团在一起的话 那会是长什么样子 ok 那么啊就是如果大家去提在v3里面去提供流动性的话呢 呃这个时候就跟v2就不一样 就是说哎啊v2就是说你你要提供这个这个两个两个资产就好了 他会自动把你去告诉你两个资产数目是多少 那么这证明的话他会提供除了两个资产数目之外 他还需要提供一个价格的一个范围啊 比如说像这边的话呢是我当时结了一个啊 在v3里面的这个流动性的一个啊一个图 就是说他这个时候我给了一个比如说范围是1600到6000这个范围的话呢 你看到这个时候大家在啊比如说3000到啊大概4000左右 那个时候啊提供了比较大的一个流动性 那么在其他地方上提供比较小的东西 那么这样一个好处就是说 当我在交易在这个附近来做的时候一个滑点滴地的话 我的理工商来说我的啊手续费可以拿的更高啊 相当于我把我流动性从零到政务穷全部分布的话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是他的一个啊一个好处 然后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啊 因为我不太清楚大家对v3到底是属于到什么程度 所以我稍微啊把v3这个稍微再再啊重重重重再讲一下 其实可以介绍一下 我们有一位嘉宾是大狗罗宾逊 他其实之前做过一次 也做过一次两个半小时的白皮书分享 对 所以 罗宾逊你出来交流一下 两位大佬 我是讲的挺好的 我觉得听着 对 反正有问题的话 就是我到时是那个 我可能 或者我如果觉得 有些地方可能讲得太快 或者这话也可以打断下去 就是有些细节可以去呈现 然后 OK 这个是另外一个example 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example 因为这也是非常能够去证明 就是集中性这个流动性的一个好处 那么就是我当时结了一个USDC到USDT的交易队的一个一个流动性的一个图 那么可以看到就是说他的这个 基本上95%以上的流动性都是分布在0.999到1.001 也就是说这两个啊这个叫做啊怎么bar就是那个啊这两个点吧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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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那么其他其实都非常非常小那其实就是也是反映了这个市场这个就是对对这两个的token他们的价格就是的锚定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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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就是大大的任务的他价格范围 那么这样的话相对于比如说我把那个资产的价格比较公信提供到0到政务的话 那么他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啊 就资本的效率的那个capital efficiency 那么我们可以算一算差不多是一个可以得到一个啊两千倍的大概主要一个capital efficiency那么 那么也就是说我如果我是提供相同样资产在这边的话理论上来说那我是可以去收收收收集更多的这个手续费并且能够去啊收集更少产生更少的一个啊一个slippage就是他的一个啊这个滑点 然后所以这个话实际上啊我们也看到就是他在某些方面其实对客人也做进行了一个挺大挑战当然他现在还有一些地方啊首先我们认为不太好 就是相对客人还说还有些地方就是说可以去去去去可能要超越他的话就比如说一个现在是客人是知识多持然后但是现在是只是两个头肯对吧那么另外一话呢就是说那就是一个识识明知识多个头肯就客人面 然后另外一话就是说现在手续费我觉得还是有点偏高现在是万五然后客人应该是万三然后啊所以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其实是对客人其实应该产生了很大一个啊一个挑战 嗯OK然后可以看到我是就是我可以问个问题吗对你其实你有没有论证一下就是这个就是集中流动性 他这个2000倍的资金效率其实相对于VR来说的嘛但是他这个跟curve的深度比就是到底哪个好 curve那个公式其实可以理解x加y等于1了嘛不x加y等于k嘛 其实我想说的是这个你们有数学推到是哪个效率更高吗 嗯其实我觉得嗯两个效率其实我认为都是都是差不多的但是有一个地方我觉得我对客人不太舒服的地方是呃客人面有个叫amplification coefficient就是一个可以叫做放大的一个效应就是说放大效应是干嘛就是说我调整这个参数然后不断去加大使得它的这个曲线更加像x加y等于k而不是x加乘以y等于k它相对是有一个这个amplification这个这个这个参数那么这个参数的话呢是一个说出来有个像就是magic number就是说如果哎这个资产很多进来了这个时候他就需要去调这个参数 因为他大概他华点就就就可能变高或者什么的所以你去客人论坛里面就是很多人 能去调整说哦我们是不是要调整这个a参数啊什么什么这些的 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太舒服的地方因为这个a参数的这个直观上理解是非常不舒服的 就是你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 是干嘛但是我知道调整这个a参数可以去调整我的华点 然后就是这是一个第二个话就是说客服的这个LP 它其实也是根据a参数跟后面去算出来的 那么它的直观上其实说它的意义它理论上来说 好感觉是我是一个1比1的一个映射 但是它其实这个计算过程中 嗯其实也是不太直观 然后在V3的话我觉得让我比较舒服一点 就是说它的所有的这些流动性这些公式 就是它的这个比如说我的LP的数目各方面的东西 是公式上面是非常漂亮的去来说 哎我在这段区别你的LP就是多少 你在这段区别你的LP是多少啊是非常清晰的 第二个话就是说它没有这个a这个a参数 然后就是你就告诉我你想在里面提供理工性 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从数学角度出发啊 就是说我觉得嗯这个这个这个Q3的话会更加漂亮一些 然后当客服它有一些它的好处比如说它可以就支持多个投赏在同一个辞职 那么在有些互换的时候那么它的可能它效率会比会比这个啊就是当就是这种这种就是啊比如说像像这个这个我后面也会讲的 就是说就是Pairwise的这个这个这个辞职的话会会效率会更好一些 然后所以这个这个是我对这个Curve和V3的这个一个一个浮显一些看法 然后可以看到大家也可以去看有没有一些想法 您的意思就是说不用调K其实数学上更优雅是吧 像UNI 就数学上是更加优雅 而且就是说我可以非常知道每个参数的具体的含义是什么 然后Curve是有点像我拍个脑袋然后说我这里加个A然后我强行把它mix在一起然后有个A来调整到底它是像XY等一K呢还是XXY等一K 然后说实在当时我第一次看到Curve的时候我说我是觉得他idea是很好但是就是从一个就像爱因斯坦就是说1.mc平方这种就很漂亮的东西对吧就是那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像 就混在混在一个混混在一起的这种这种这种味道 嗯明白 对然后啊那个时候看一下这个时候我那个时候8月份的时候他们的增长应该很快现在应该的TBR应该会更高就是他们从他们应该只是做了三四个月吧 然后所以这个是V3的一个我觉得一个大量的总结快速总结 然后我这里话有一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工具啊就是说这个有一个叫这啊这个就是说这个大家可能也知道就Mathematica他们做了一个这个alpha 然后啊其实这个棉花就是可以就是比较快速去复现一些比如说这个曲线比如说像啊我要高画XY等一K比如说这个K是0.2对吧 那么他可以画出来一个快速的一个曲线是长对样子的 然后这个时候说哎我想要把我流动性集中在比如说0.5到0.5之间就是0.5到两两块钱这个范围对吧 然后这样是这时候是0.5还是两块钱好像是对是是两块钱吗我我可能要算一算然后应该是根号根号0.5就是就是0.5的那个PA的这个公式是是根号所以可能需要那个一下对大概大概一个就意思我就我就我就不直接了就是大概这个图形对吧就是我相连是把它挪到往下往上挪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就是说这是零吗 这个0过来然后这个时候他就相连是把原来的这个图形进行了一个啊一个啊一个挪并且把其他的就是说超过了这个啊就是X轴和Y轴下面和左边的这些就全部都去掉了 然后啊然后可以看到这个这个图的话就更加啊平啊也就是说他的这个价格的范围就是会更加集中那么如果给个极端的方式的话啊 啊就是就是就是比如说我这里是0.9然后这个时候他的这个曲线就基本上就是像一个非常啊直的一条曲线 然后可以说跟客服的这个这个这个平底锅我既然说客服的平就是平底锅和平底就是非常接近啊这个就是可以用一个小工具也可以去玩一玩这个这个一些数据公式 那我接下来去讲一讲就是说啊怎么去做concentral liquidity 然后这时候我们是考虑到可以有这个多个资产在在一个池子里面 然后呢就是说V3的话呢就是跟V2其实一样就是说他只是对那个Pairwise这个资产做一个这个啊集中流动性的一个一个交换的一个工具 然后啊那么啊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啊在unisware V2之后也有Balance啊包括Curb这种就是大家发现我可以去啊可以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多个资产都放在一个池子里面并且能够让这个资产能够啊互换的话那他应该 再加上这个这个就集中流动性这个这个这个idea的话那他会长什么样子 那么为什么要么这样这么做首先就是说因为当这个资产都在这个池子里面share的时候的话呢那么很多时候就是说在V3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啊通过多个Pair来去去去Route啊 比如说大家如果用1inch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看到他就有很多个Pair包括V3他现在也在做他自己Route 然后就说因为很有可能比如说TUSD到BSD他的流动性啊不是特别好 他可能需要中间一个USDT或其他方式来去去做那么这样的话一个一个方式就是说导致他的正面化差实际上要收两次的这个手续费对吧 然后然后就是啊而且他的这个slippage可能也会更高 所以的话就是我们就说哎那他如果是我们把这个多词的话啊做个token做到一个词的话那啊会讲什么样子那么这个词这个话就就会啊会更加复杂很多 然后那么我们先来简化一下那么简化一下是什么就是我们先来去先考虑一个最简单的case就是说我们假设有多个stable块那么其实就是curve他们现在在做的一个啊东西 比如说curve的三尺他有带有USDC和USDT 然后那么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啊首先这个稳定币互换或者是叫sing backasset 比如说WBTC和NBTC像这种就是他们资产锚定的资产都是一样的话啊他们理论上来说会会从中受益是最多的啊 因为他们的这个价格的范围波动范围都是在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一个啊一个区域啊 然后所以的话所以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就是说先你看能不能解决这个啊这个简化了一个稳定币的互换一个问题 嗯这时候呢我们就是来继续做一些简化然后说哎我们现在假设啊因为我们之前看到这个啊这个价格范围基本上是一个对称并且是在一个0.99到9到1.001之间对吧 那我们说哎那我们就做一个一个简化说我们这个价格就是在一个P1到E除P之间那么P的话比如说是0.999 那么这个图形是会会变怎么样 就会可以简化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图形 这样的话因为这个根号pb和根号pa 其实都会被这个根号p代替 就是说我们会得到一个相对也很比较简单的一个 这样一个图形 其实就是我刚刚给大家去看到一个图形 就是我们我就相当是斜的把这个图形 往这个圆点进行 就是把这个图形往圆点进行平移 就斜的这种平移过来 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图形 而且这个图形有很好什么 就是它是个对称的 对称的好处就是什么 就是我再加个新的东西 我还是很没加出来对吧 不像我这里加个比如y加上l乘以根号pc 对吧这个pc跟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个就就麻烦了 但是我若是对称的话 那就很简单 然后这个时候那我一个非常直接的或者简单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那我们怎么能够去 就是说如果想要加个多词的话 再多个图形在同一个词的话 那怎么办 那么是不是我们直接就加个第三个的一个tarm就好了 所以我们就把这xy和z分别加了一个第三个 那么但是证明有一个非常有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说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这里加了一个p不是一个根号p了 而是它的三根号的三 嗯叫叫叫根啊什么平方根这个是立方根 就立方根的这个啊这个p 同时它的这个 l也是三次方三次方可能比较好理解 因为我有三个tarm 像我是三个乘起来的话 那么我我可能需要l的三次方 我才能去把这个三个这个这个区域去现在是参数给稳定起来 对吧因为比如这三个参数乘起来是l的三次方 这单位才能对上对吧 就流动性单位才能对上 但是这个为什么需要根号p 根号就是立方根的p的话呢 那么主要是我们有一个证明的一个东西就是说 在你这个词子里面 不管你给任何一个xy和z的这个一个数目 那么的话呢 我在证明后我任意的去交换两个token 然后呢并且是使用这个这个invariant就是这个这个曲线 然后呢我可以证明说它的价格都是在p到e3p之间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就是说 比如说我有三个资产 比如说带usdc 并且我认为它的价格是在比如0.999到1.0001之间 那我只要把它们插到插入到这样公式的话 跟网络是不是有点断 插入到这个公式的话 那我就可以去说 他们在这边互换的话 他们都是p到e3p 这个范围 所以这个话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结论 然后看这个有没有一些问题 就大家对这个我们的公式的简化 推到简化这个有什么问题 模式就是你第一步那个 第一步那个就是把更好p分之一 那个简化成全部简化成更好p 对不能讲一讲一讲一讲 对啊你是说这个怎么 这个是怎么得到的吗 对对对 对对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回到就刚刚这个公式啊 嗯 这个公式就是这个是uniswap给公式 其中他告诉你是说这个价格是pa到pb 成pa除小于pb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我把pa变成p 那么就是l乘以更好p对吧 然后pb等于1除以p 1除以p 比如p是0.999 那么1除以p的话就是1.001 就是这样范围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就变成1除以p 这个时候它一代的大掉pb等于1除以p 一旦就得到x加上更好p 乘以l 然后乘以y加上l除以更好p 啊等于l平方 那么这个公式是干嘛 就是说说这个xy的这个价格是在p到1除以p的之间 然后直观上理解就是我把这个曲线都是像沿的这个这个1比1的这个方式然后去挪过来 那么它的价格范围就是就变成了这个就随着我挪了越多 那么它价格就是从p到1除以p这个价格范围放在里面 所以这个是我们做的这个这个简况 就大家可以把pa和pb作为p和1除以p带入到这个公式就可以得到了 就回到这个地方 那我问一下就是那如果是pa等于ppb等于1除以p 那相当于这个数值是固定的就是说就是这个范围是固定的 我只能每次提过流通性的时候就是在这个两个范围之间是吗 就是说我不能就是说或者说p到1除以p加1这种范围 可能就相当于范围 我只能在这个范围窗户左右之间进行移动 是这个意思吗 是这样对 这个是我们先做一个第一步讲话 讲话对吧 就是说因为我们先先不讨论最复杂的情况 就是我们先研究一堆简单的东西 但是理论上来说我其实是可以去干嘛呢 我可以有一个p01除以p0 那么这p0可能是0.999 然后也可以是一个p11除以p1 那么其中这p1的话就得以0.99 然后p21除以p2是得以0.9 然后我可以去也可以像v2一样 因为v2其实是提供了一系列的 v2不好意思是v3 它这个公式的简化 它是提供了一系列的就是这个价格的区间实际上 然后这样的话就说如果我们做这样方式的话 其实以流动上我也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范围去 去通过多个曲线来去提供不同范围的这个流动性 但是我们现在先做最简单的这个东西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比如说就稳定币互换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95%以上的流动性都是在这个范围里面 对吧 那么某种意义上我就是觉得是说我们就是说 就说如果比如说我能实现比如说p的0.999这个范围里面的话 实际上很多时候可能就已经满足95%以上 甚至更多的这个这个这个case 因为大部分这个他们的价格不会超过这个多 当然在有些极端情况下我们可能会提供一些工具 让它去也可以提供比如说0.99到1除以0.99这个范围的 这个东西 我的信号好吗 我因为我我经常说我这个网络不太好 我不知道大家听得清楚吗 稍微有一点不过不影响 不影响OK 对 然后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也可以这么做 但是就是说我们先把这个最简单的这个 这个模型先先先研究透 对 就是你说的如果要推推广到多个这个不同的这个range 这都是没问题 如果如果信号不太好的话 我可以切换到我手机 我不知道我们家这个信号 还OK吧现在没问题 没事听不清大家会说的 没事不用担心 我们基本上就随时有问题我打断你 我先换到手机看我的信号会不会好一些 因为我自己经常说我这个信号不太好 现在可以还是还是还是刚刚信号好一些 OK 啊行 看看我不知道回答回答刚刚那个就是同学的问题没有 可以可以 如果没问题那我就继续往下 OK 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就是把它去这么这么去挪 那么从图图像上怎么去理解这个这个这个公式是什么 怎么长长长什么样子 那么实际上我完全我们也可以一样 就是说首先啊就是我们可以拿个叫Xxyxz等于 比如说k的这样一个公式 那么这时候大家可以想象 这其实就是一个三维的一个XX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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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个图形 大概是涨了这样一个曲线 然后它覆盖的面积的价格面 价格是所有的价格都是0到正无穷 都是可以覆盖到 然后现在的话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是干嘛 实际上是把XYZ的座标都往原心 又去按照等量的这个数值 去来去移 当我移的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的时候 那么实际上 我就是把它的这个曲线 这个某种的一个方块给放大 那么比如说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就是 我比如放大很大的时候 这时候它就会是 非常非常平的一个平面 但是它的价格范围是 稍微一点弯曲 但是0点 这其实是0.99 是根号3的P次等于0.99 就大概是 反正0.也是999几的一个价格 就是在这个方面 能进行一个曲线 所以就你可以想象是 它是一个 首先是一个立方体 然后它的立方体 然后我把它立方体的这个 去往这个圆心去挪了之后 然后最后我给出来的 割出来的一块立方体的 这面这面曲线 就是我们得到了这个 这个一个曲线 那么你理论上来说 其实我也可以学V3一样 我可以做好多好多不同的小方格 来去让大家提到不同 不同范围的理工性 然后后 但这个就是相对以后会麻烦很多 然后所以就是 但是我们先说 它这个图现会长什么样子 然后如果我们就是解决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比如说你密度互换的话 我们怎么去解决 这是我们就是我们先想要去做的事情 对于更加复杂的东西 我觉得就就看一看这个具体的市场需求 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就是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推导 得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公式 以及我们一个初步的一个结论 然后这边的话我会给大家几个 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一个例子 然后这个例子的话 等一下我可以给大家跑一个小程序 可以看一看 那这边的话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像 我假设这些稳定币 怎么从三个token退化成两个token 然后有人有一些一个问题 我先来看一下 三个token退化成两个token 这个我不太清楚是具体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把这项去掉吗 还是还是什么意思 就是还是就是说我把这个z作为一个常数 然后这样的话 就是这样 这是麦克风不太好 喂 我问一下就是对对 然后问一下就是你三个token的公式是吧 在什么情况下的话 就是它可以推自比较自然的退化成为两个token 那个公式的形式呢 就是你这里不是加了一个 呃 P的立方根嘛 对不对 就是对对对这个地方就是它什么情况下 就是打比方是不是你你怎么从三个三三三个token的这个公司里面 比如你在我们假设某个某个token是不是 它就没有流动性了 会怎么样是不是 然后这个时候它就会蜕变成为一个两token 根号就是的形式 有没有这种变化了 对就是说 刚才你刚才说情况 比如说这个z等0对吧 对 z等0的话 那么实际上就你就可以把这个l除到这边去 然后这个这个就这边l平方除以根号 然后立方根的p 然后得到x加这个这样一个公式 那么这个某种意义上就是 但是你这个立方还是有一个n立方根 对有立方根 然后就是它呃就是它就会跟 它其实你 它其实就是说你你其实是可以去根据这个去求出来 呃它的就是说它在两个token的流动性的这个l 就是是一个另外一个l了 你要重新求解这个公式了实际上 呃你的公式是自己构造出来的还是说是推出来的 这个公式吗 这个curve吗 对对 对这三个三token的公式 这个这个公式是就是说我们是 呃可以你可以说构造或者是推出来 就是说我们推出来的目的是说在 比如说在三个辞职的这个就三个token这个辞职里面是 我们怎么得到一个公式使得它的价格范围是在pd 到1除1p之间 哦 ok ok 嗯 好 那那先这个吧 继续 嗯 嗯 这个举个例子来说其实像刚刚你说的这个极端的例子的话 我这里也会有一个example 然后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假设词就是这个词子都是比较 均衡的也就是说他们明明都有一个m的资产 然后这个时候价格还是0.999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我可以得到一个流断性大概是 呃这样一个数目 然后呃跟相对于这个这个xyxk的话呢 他的这个差不多也是两千倍 其实他就是说跟跟v3是是类似类似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去swap比如说1万个token 然后到另外一个头肯的话呢 呃他就会返回呃 这个就是就价格上0.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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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就基本上1比1的一个互换的方式 那么如果是使用v2的话大家这个花点就很高了对吧 就是说如果是同样的数目的话 那么这是一个balance的 因为当balance 的时候实际上就意味着这三个 这个资产的价值是啊是一样的 这个是一个balance 词的一个一个例子 看大家有没有问题 喂 哎有问题吗 嗯是是我这 喂 你要没问题了可以继续吧 没没问题 OK 对 因为我想去看我的那个是不是信号有个问题 对 然后另外一个 一个case就是说在非常极端的情况下 也就是说 有两个token他没有流动性 就只有一个token有流动性 比如说有100万 然后啊 那这个时候价格会是什么样一个范围 对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得到他的相应的这个L 以及他相应的这个啊 这个就是我们价格还是设了0.999 所以他相应的L 然后他的capital currency 因为我们现在只有一个资产 所以的话他实际上是跟之前的这个应该是一样的 然后 这时候我再换 比如说1万个t0到t2 因为t2现在是有流动性说明他多啊 t0没有那么说明什么就t0的价格要比t2要贵 对吧我越少那我价格就越贵 那么所以的话我现在用t0去换t2的话我可以换出更多的t2出来 其中这个价格就是告诉我是按照1.00099 就是有个resolution对吧 就是就实际上就是跟我们这个价格的这个最大范围1.001 那么实际上就是啊这个case就把他就把1.001这样换出来了 那这个是两个啊比较两个两个例子 然后看这个例子也大家有没有问题 没有话我可以去跑一个这个live的程序让大家去玩一下 然后这里是我我写的一个这个就是拍送的一个代码 然后我问一下 请请教一下你这个xyz等于00这个z是100万是现在辞职的流动性吗 对就是这个资产在这个磁子里面是是这个是这个样子 就是比如说假设usdt和usdc没有最后一个是代是吧 有这么多我现在拿着1万拿1万个usdt去换代 你的意思我可以换换出来 可以换换出多少个代出来 然后这时候因为代有资产其他没有资产 这时候这个词就认为代便宜 你新进的资产贵 所以你新进的资产就可以换出更多的代出来 但看起来深度还可以啊是吧 对因为这个这个是一个我的所有深度都是0.999到1.001 时间嘛对吧所以我的价格不会去去去超过这个 哎你这个很棒啊你这个就不需要像客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三个要三个配屏了再去添加流动性是吧 嗯不需要啊其实客服也不需要配屏 你不配屏的话会有排导机 对啊那个太重了嘛你这个其实我 我填充对对对对啊那个罚金很恐怖的 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填充应该会被罚死吧 如果 嗯这个我没算过 但是就是说你可以认为他的罚金最多就是0.999 嗯0.999 0.999 我有个问题就是像这种情况 如果说比方说第一次剩下的代 然后我去换了 我用我用比较少的USDT换了代出来 对吧 然后然后然后每次我去换的时候 我都会有比较少的换去换 这个不会他连续换会不会有问题 不会有问题 这就是curve 是 比方这样这样它用USDT换 池子里面的USDT它又可以少一点就换出来 嗯不会不会出问题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池子是00到100万 然后最后我把USDT和USDC 比如说分别最后eventually 比如说USDT我放10万 然后USDC放10万 但是你不管是怎么样的你放的路径 你是先换USDT或换USDC 或USDC换USDC 就是说你先不管你这个路径是什么先打进去的 只要是你最后得到了这个 这个池子这个数目 这个USDT到USDC这个数目是固定的 你换的这个这个目标是固定的 然后那么你得到的代就也是固定的 这个就是这个invariant curve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就是它的你的你的这个你的这个换的路径 对于你的这个换的结果不会有任何影响 我不知道我这个解释对就是有没有理解 嗯这个后面可以讨论一下 我现在还没有太理解 就是举个例子来说啊 比如说二位的情况下 二位的情况下 假设这个曲线对吧 那么假设是有USDT或USDC 比如说这个曲线的这个地方 就是说我可能换了USDT 这里来 又换了一些USDT到这里来 又换一个USDT到这里来 又换一个USDT到这里来 又换一个USDT去去 又换一个USDT 就是说我这个路径不管怎么样换换换换 最后我换到一个点是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点代表的是一个我的这个数目的一个比例 对吧 只要是我换了这个地方 那么我这个经历过的这个换出来的这个 不管是USDT或USDT的这个数目 不管我是 它是对我这个 就怎么换的这个路径 其实是不会有任何影响 可以理解吗 但是我 我觉得就是 因为它持着你只是 比如说只能带的时候 那带就比较便宜了 然后它每次换的时候都是换 它能换出 能用更少的资产去换你那么便宜的资产 就比方说它用它用900个USDT就换了1000个带 它可以它可以这么换 比如说便宜的话 可以 它每次都会用比较少的数量 就换比较多数量 对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带的价格就会不断的去干嘛 呢 就会提升 但是这个价格 对这个持着来说 这个价格都没有变过 喂 你说什么 就是 就是因为你这个持着的价格是根据公司来算的 如果说你每次都只有一个资产的话 那个价格不是固定的吗 是固定的 但是它实际上 它的这个价格不是说 是你最终的这个点的价格 而是说它在整个曲线 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还是二维的情况 比如说我从这个点换到这个点 对吧 然后这个点它有一个叫做计时价格 这个点有计时价格 但是我换的过程中 我的价格不是这个点的价格 而是这个换的过程中 做一个平均的一个价格 理解吗 所以现在的话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 这个其实是一个三维的一个点 三维一个点 就变成三维一个点了 然后我现在不管我怎么去换 这个到三维的点 这个怎么去走到这个三维的点 比如我的目标点 我其实点是这个地方 我的目标点可能是 比如说一万一万 然后这个可能是 我换一万之后的一个数目 但是我不管我是先换 比如说先换一万 然后的USDT再换USDT 然后再到 然后就得到 还是先换USDT到USDT 这个过程中它的这个价格 最后得到价格都是一样的 因为它不是以你 它每次你移动之后 它你的价格实际上是这个移动过程中的一个平均的价格 OK 对 然后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所有是基于invariant curve的话 都都会 就是都有这个好事 比如说它会对 路径 就你换的结果是跟路径是独立的 就你怎么样路径不会影响你的这个换的最终的结果 只要你最终达到了这个资产的数目 是是是是就是哪怕比如说XY这个KK就是说是是一样的那么对应的这个对应的这个Z 它始终是一个固定的那个Z就是不会多也不会少 对我希望就是可以直观去去讲一下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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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对这个也其实是一个我觉得 嗯就是理解这个包括uniswap包括包括这种啊就是invariant这种方式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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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ap的话就是大家就是非常容易去就是它有有一个价格一个这个一个是即时价格一个是我swap之后我得到价格这两个价格其实是 嗯是是是是不一样的对 OKOK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一个一个问题对看看还有其他问题吗 OK 啊没有其他问题我就给大家稍微讲看看那个呃跑效程序然后这个其实是 就是这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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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程序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这个资产里面 分别有比如 然后现在换换的话会产生什么样效果或者是说 刚刚就是说刚给一个例子就是我现在换回来或者是 其他一种case 然后我现在 把一个case去跑 啊 这个 看一下 这个大家就先先从这个开始跑吧 这个我重新把它删掉 然后这个 连一下 啊这个执行一下 然后说这个实质里面呢 现在三个token分别是这么多也就是一百万 啊 就是16 100万 然后我现在要想要去swap 啊从token0 到token1 我提供的token0是 然后他说哎我现在的token token这么多因为我要乘一个16对吧 他的那个desk 他告诉你说你会去swap出来这么多 然后呢 而且他的这个交换 费率是这么多 然后这个辞职就是变成啊 啊 这样子 那么这个时候我再比如说我再说我再swap回来 对吧 1到0 6号 然后把这个数目再swap回来 那么你刚才说我是希望他能不能给我一个 当时我给的那个出来对吧 说swap的token1 token0就是说你刚好就swap出来 一半个出来 然后价格是这样转过来 啊 回到了 啊 这个次的状态 然后这个时候我说我再swap一下 说一个极端 case对吧我swap的 很多钱进来 然后比如说我就swap100万 100万 对吧 好我现在看一下 就是说他说我swap这个到 价格就开始 没有约那么好了 相当差不多有三个万分之三 3.3这样的一个 一个手一个滑点 然后的话的时候 就说这个免就变成了200万了 然后这个资产就 可能就 几万吧 可能 可能就几块钱 对 就让他们都 都换过来了 然后12345 就300多块钱 然后最后另外的资产 这样子 然后这时候我再换这个时候 就就贵了 然后这时候我再 再来一下 我给他新的 然后给他一个新的 然后 然后比如说我再换一下 不到我意义 就是我就换 那什么样子 哎等一下是不是信号有点不好 就说我 喂 刚才信号有点不好 这样会好一些吗 现在可以 现在好一点对刚才断断续续的 OK 我不知道你刚刚听到哪里去了 是这个还是这个 15 16 17 15是吧 就15的时候 我是 就是说我现在花了 一万个token把它换出来 就是 9999这么多个token对吧 我现在说我先把这个token再 放回去 就是从医药token再换回原来的token是 长什么样子 那么先把这个token放回去 那时候他就把 原来我放的一万个token0 全部又返回给我了 然后就得到原来的这个初始状态 是吧 所以我开始换换一个再换回来 因为这里没有考虑任何手续费的问题 所以就 就回来了 OK 这个有问题 换这个有没有问题 这个是没有滑点的 有一点点滑点 因为你可以看到 这个它是 1.00万分之 差不多 因为我这个 这里提供的流动性是300万嘛 对不对 然后我现在换 换一万 那么其实我的流动性非常集中 所以我滑点其实是非常低的 这是 就是 万分之点三 的滑点 就基本上就是1比1了 对 这个这个swap函数那个前面第2个第3个参数是什么的 第2第3个就表示说我从token0换到token Token1换到token0 就token的id 然后以及它的数目 我这个 之前是从0换到1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说我现在 现在换完之后 那么我0 就多了对不对 就我token0就多了 多了 多了1万块钱 10万块钱还是1万块钱 我这个好10万的 我有点说不清 然后 这正面的话呢是可以看到这个这个池子就少了 因为被换全了 现在我反过来的话 就是 就是它就原来这个池子变成了 又变成了原来的这个数字 这三个数字变成了 是100万对吧 100万 10万 对100万 这是1万 对 所以这个是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池子的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 看就是44到15这个有没有问题 就我先放进去 然后拿了一些token 再把这个token放进去又放回来 那么这两个 最后得到的token是一样的 然后呢 16是干嘛呢 16是说我现在呢 想要把这个token换空 比如说我换换了100万用token0 去换token1 这时候呢 token0就变了200万了 对吧 因为原来100万变了200万 然后token1的话呢 就 并没有换空 因为干嘛呢 就开始产生滑点了 产生滑点之后 它只换了这个99万出来 那么也就是说这滑点是大概是万 万分之 3.3.3 3.3 左右 3.4 左右 然后 最后就有300多块钱 还留下来了 就没有换出去 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宗的一个换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个滑点就开始慢慢就提升了 这个有没有问题 你这看起来好像每次兑换实际上都是两两之间 并和第3个token没什么关系 可以你可以随时用第3个token来换 就是说但是因为我现在换了 换的时候 就是 因为我记得以前有一个那个 有一个balancer 它里面的话也是 它里面的话也是它它是个compound的吧 它里面就用 它里面的话它就用了一个多token的一个池子 但实际上在真正的计算里面它实际上每次都是两个token 它就是一个表面上是多token它实际上只是两个token的对话 你这里的话 你这里的话你能不能举个例子就是说打比方我这里就不是换 一百万 一百万对 六十分这样换换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你就是说就假设我们你把里面的就是三分之二的就是超过三分之一有二分之一的某个token换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就举个例子说我这个流动性的二分之一 然后把它把token2给换出来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我来clarify一下 也就是相当于的话你把整个二分之一给换 就举个例子说我现在换0到2对吧 然后的话我现在是提供一百万是吧 不是一百万 就是我的意思是你要把整个流动性的二分之一给提出来 谁到二分之一提出来 不是你现在整个指不是实际上是有三倍 就是说是就是你这是一每一份是一百万的一的六次方对吧 就相当于是十的一二三四五六十的十二次方对不对 是吧 就相当于是三乘以十的十二次方 然后你能不能做成一个比如是五分之二 五分之二 我看应该是五分之六 五分之六乘以十的十二次方 五分之六 就相当于把这三个token里面的三分之一给 就超过三分之一给提出来 就是不可能的 因为首先会涉及到多个token 就是三个token之间相互交互 就是你三个token再怎么交互的话 他得 他基本上都不会少于这个就是三百万乘以0.999 因为你的流动性就集中在这里面 所以你的你不可能让他去小于三百万乘以0.999 你换来看一下 就举例来说我现在现在因为我现在比如说举例来说我现在把 我现在给他一一百万到 抽肯0换到token2 对 然后我现在比如说给100万 对吧 因为我不给100万我是换不出来的 就是我token2我是肯定不会换完比如说我10万10万换 对吧 像这个样子 10万换10万换 对吧我再再再换一次 10万换 10万换 就是说我的价格总是会在0.99 1以下钱 1以下 因为我的这个资产多 这个资产少 所以我价格肯定会 就是我的token0肯定会更便宜 token2肯定会更贵 所以最后换完之后 现在我把这个比如说还有 换完之后现在就涨成这样子了对吧 就是300万在这个地方 这时候这面就只有30块300块钱 这就有600多块钱 然后 对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解释清楚就是你的这个问题 回答清楚这个问题 所以我问一下 其实我最多 比如说换一个token 我最多也就能输入 就是100万乘以 1.001是吧 你刚才那个 我最多输入值也只能是这个是吧 你 是换换进去的token吗 还是换出来 就是说你换出来 token肯定是不能让这个为0吗 就是说或者是负数吧 严格来说 对对对 因为为0的话 那就相当于所有的价格都是 我就以最贵的价格 1.001换的嘛 是吧 对的 其实我输入值也就是 100万乘以1.001 我最大值只能输入这么多 是吗 对的 而且你就很有可能换不出来 因为1.001是到了那个点之后 计时价格 然后你很有可能就是说你放这个平均价格之后的价格可能不是 不是1.001会比1.001可能会要更小一些 对还要小一点 所以我输入的值会对 所以按刚才 Frank说的 其实你输入的值是有限制的是吧 不是你说 因为你输更高换就换不出来了 他就不会让你换了 交易就停了是吧 失败了是吧 这个就跟v3 一旦你这个价格超出的话 他就会换一个 换一个流动性的这个这个这个窗口 或者bin 还去继续来 因为像之前那个窗口就没有work 现在我们就先只讨论一个 因为v3是一个一个一个二维的一个一个bin的吧 这个是一个三维的一个cube 所以的话这个就是说在你出了cube 我不先就不管你了 先不管你了 你就 就就就就就就就停止交易了 就是我们先先先解决这个问题 对先把这个这一个一个cube先先讨论清楚 看怎么work 对吧 那如果要把其中一个就是此类的其中一个token掏空的话 就大概需要做了 掏空这个我没我没计算 但是就是 可能这个就 因为其实其实算这个其实不难啊 就是说就是你回到这个公式啊 就是比具体说这个xyz都想等对吧 现在让这个y的也量 其中 其中就有deltax 然后这个时候你稍微可以算一算 把这个除一除 然后把这个这个这个除一除 然后再减一减 就可以得到你的deltax应该可以多少 就这个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那个数学计算 对 就是我 对啊 z是固定值 然后先除掉 然后y等于零 求出x 这个意思是吧 对 然后就求出新的x 然后再把这个x简单就得到了 嗯 就是这个就是一个 对数学题 对 嗯 对 就举个例子说 现在现在这种情况的话 像现在比如说这两个都换的差不多了 是吧 现在我在零再换到换到 1万 啊 不没换不了1万只能换100块钱 或者1块钱吧 对吧 我再换一换 那时候我的价格就已经到0.999了 就是因为这个token 太多了 然后其他太少了 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已经 慢慢的接近到了这个我们设的这个这个价格的边界了 也就是0.999 就把token0换token1 但0太多了 那么1又少了 所以一贵0便宜 那么但是贵 也最多就是 0.999的这价格 看 看大家还有问题吗 如果没有问题我就 那就 大家继续往下 哦 这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做了一些工作 那么首先就是说我们在把它做一个质量合约的实现 然后其中就包括 需要高精度的这个定点的这个这个实现 包括比如资产的数目啊 价格范围啊 然后使用比如说流动法去 去 去求解这个公式就是比如说流动性的公式 然后 还有就是说怎么提供一个类似V2的一个interface 然后怎么去优化这东西这个我们可能是在做一些工程实现 然后我们可能会 因为我们 我是在这在Smoothie这个项目的一个advisor说 就是 我们可能会把这个作为一个Smoothie的V2的一个版本的一个 一个实现做放到上面去 然后 然后还有一些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些 一些 一些方向吧 而且刚刚大家也提到 那么 举个例来说如果我有更多资产怎么办 然后现在三个资产那么是他的曲线是三维的 那么其实理论上我可以推广到任何高位的资产 对吧那么只是 他这个东西就变成了L的N次方 然后这是一个N次的根的这个P P的N次根 然后再再乘起来 然后 那么我们之前的一个结论 其实也是可以很容易去推导出来说这个价格也是在 P到好一锤P之间 那么比如说有四个资产对吧 比如说Curper很多次有四个资产五个资产 那么其实我们的公司都是比较容易去推导出来的 那么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说 这个价格的话 0.999 就是大家觉得可能 就是说不是特别 舒服吧 可能有些人因为他觉得比如说USDT爆雷了怎么办 然后的话 这话我们可以去做 其实像V3做的工作一样 就是我们可以提供多个价格的范围 那么就关注P0是0.999 然后P的话呢 可能是 比如说 0.99 然后P的话是0.9 对吧 或者是 更加 那我认为更加简单的一种方式是什么 就是 我觉得跟那个 呃 这个这个跟那个什么 跟Curve特别像什么 就P0就是等于0.999 就是我我先有个曲线是0.999 剩下一个曲线干嘛 就直接是 这个P 所有P就是 就直接是 0 0的意思就是说 我就直接就是balance的一个 一个 一个曲线 对吧 那么这时候大家可以选择 Either你要去 在0.999 和到 1除以 1.001 这价格方面提供的东西 要么你就提供 全距离流动性 那么这样的一个好处是在于就是说 不像不像Curve 他实际上是把两个公式 是mix起来 然后我们这个其实是干嘛 是把 两个公式给干嘛呢 不叫mix起来 而是说让用户可以选择你到底使用 使用哪个公式 你可以使用传统的xy z的那个 能保证你 始终是有流动性而且风险不高 但是的话你也可以选择 比如说0.999 这个范围 或者是你可以去 按比例去选择 你的资产 这也是 就是 我觉得可能跟Curve可以更像 但是我觉得比相对Curve来说他会 数据上来说会更漂亮一些 然后当 球节可能会稍微复杂一些 然后 就是 就是说 有多个价格的这个范围的话 我们可以做一些 额外的工作 那么还有就是说我们 这个对吧 这个xyz不是一个 就是朝的 这个这个曲线不是 等就是朝的这个远点去去移动 而是他移动方向 移动呢 可能会 每个 每个 这个xyz还有点不一样 就是说这个mxmymz可以是长不同样子的 然后那么这个也其实是一些就是 可能会有一些应用 就是我们但是我们现在还不清楚他 干嘛 就是但是这也是一种可能性 比如说 比如说我可能可以去开发一个方向使得 某个资产的价格是最大的情况下是0.99 但是另外一个资产他的可能价格是0.999 然后另外一个价格资产价格是0.995 啊就是 就就反正就是 就你可以看到原来我们是一个 这个3D图形里面 载取了一个 一个正方体的这个这个面作为他的一个曲线 现在我可以取一个任何一个 举 举形对吧 这个长方形立方形或什么去 截取这一面作为他的曲线 然后来去 来去作为我的这个价格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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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 这个范围参数 这个这个完全是 啊是有可能的 是吧 然后这个所以这个是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那所以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是针对多池的多多的token在辞职吗 其实 啊把这个集中流动性这个idea发展的话其实还挺多很有意思 啊可以玩的东西 然后这个是我们能想到一些未来的一些方向 然后这个是就是基本上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些结论就是说我们 啊稍微快速的合作就说我们发展的集中流动性的话就是其实可以认为是现在 Dexmin一个非常火的一个 一个topic吧 其实我们认为他其实就是把这个 Aldbook和这个uniswap这个 就客服这种方式其实做一个 组合 然后他能提供更好的一个资产效率 啊更好的一个滑点以及更多手续费 那V3的话呢他是一个第一个就是提供这个这个集中流动性的一个一个 啊 去通话交易所 然后他他只是针对这个就是 啊 就是两个两个的资产 然后然后我们这里的话就是 推出一个就是可以针对于多个资产 在同一个词里面的一个 啊 这个集中流动性的一个一个办案 然后使得这个多个资产他能够共享同样的流动性 然后并且的话对比如说像 稳定币或者是同样资产的一些swap的话是我觉得是比较 啊 比较适合的 然后的话呢他可以跟其他一些产品同样类似产品说curve 我认为是一个 比较有意思的一个 就是可以有一定的挑战的 挑战的一个一个产品 然后我们同时我们也在 把他的这个自动合约一些实现然后在不断在完善 啊 所以今天就是这个是我今天的 讨论了呢关于v3的扩展了一个 啊 就是啊 啊 这个这个方说 这个方说扩展了一个到多多个token的一个资产的一个 啊 一个主题 然后看到大家有没有其他一些问题 哎 喂 我还有一个问题 对 哎 喂喂喂 哎 我问一下就是那那现在就是如果是按照新的公司那个价格P是不是就变成一个magic number了 这个这个这个价格P的话就是像我这说的就是说 一般你可以通过不同价格range然后让去大家去选择 对吧 然后这是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我就是说我不认为它是个叫magic number magic number就是说我不知道它的物理意义是什么 它这个P的物理意义是非常清晰的 就是你的价格范围就是在P到一锤一P之间 对吧 所以就是说从两个角度 这个P的话会不会交入字里了 就是说是比如说到底是0.99还是0.9 这个这是可以完全可以的 就大家可以去投票说我这个P就其实一样就curve的 它的A参数也是有字里来去决定 是吧 就VCRV干嘛 一个工作人员来投票 这个A到底长什么样子 这个池子该这么分配 对吧 然后这个其实也是一样 这个P的话它其实是大家去来说我们是0.999好了还是0.995好呢 或者是0.99好了对吧 这就大家就可以去去来去调整 对但是这边有一个非常注意的东西就是说 像curve里面它调整每次调整A的时候 那么它需要有一些工具来避免它可能会被这个Fash Loan攻击 是什么 因为他把这曲线改进了之后 那么有人就研究说我可以去借这个钱 然后存进去 在改A参数改变之前先建议存进去 然后在A参数改变之后再取出来 我可以取出更多钱出来 就会出现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 A参数修改的时候会出现一个这样的问题 然后前一样的如果这P修改的非常剧烈的话 然后也有可能会产生一个Fash Loan攻击 所以这个话可能需要去做一些安全上面一些 就是研究就是说这个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攻击 然后我们在这P的话应该在什么样情况下 比如说它调整范围是多大 然后它调整过程中是不是不允许这个Fash Loan的攻击 也说比如说只能是让 正面这个就是 就是这个这个Fash Loan攻击 其实其实跟MV各方面其实都有一些关系 对吧就是Fash Loan是比较容易的 但但也有可能被MV什么之类的 所以这些话其实是我们还没有研究的一些课题 然后我还有第二个问题是 就是从那个三个Token 然后退化成两个Token的情况 打比方是比如其中X那个Token 它变成零了 但是我用那个公式反推的话 就是那个发现就是 对应的价格 就是实际上那个价格的话 它变成了P的三分之二次方 就是根号P的平方 就是变成了一个新的一个价格区间 就是Y和Z剩下的 你对对这个地方 你把X等于零对不对 然后你对过去的话 最后得到的公式是 X加L乘以P的三分之一次方 然后再乘以Y加L乘以P的三分之一次方 最后右边是变成的L的平方 再除以P的三分之一次方是吧 它实际上等价以后 它相当于就是Y 就是把整个右边当成是 新的一个流动性L的平方 然后它实际上整个公式就变成了 Y加L除以P的三分之一次方 这是一个L除以P的三分之一次方 是新的一个流动性吧 新的L吧 然后变成了一个再乘以P的三分之二次方 就像这样它的价格就变成 就是剩下的Y和Z的价格 实际上是变成了P的三分之二次方 而不是你刚才 你现在这个说的这个价格是P 你这个公式 你刚才给的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可以有公式推到吗 就这新的公式它价格是变成P到P分之一 它是说你是P到一到P 对吧但是你如果你的价格如果是是在 比如说你得到一个价格是在P P还要去更更更加集中 这是完全是虚格对三分之二次方 三分之二次方应该是对的是 是要更 更小一点吧 对啊就是它它应该是更加集中 对不对 对对更加集中 是的 对吧 就是这不影响这个结构 对不对 它就在它范围内 对对那没啥问题 那没什么问题 我刚才算了一下 其他没了 对 对这个其实是你可以想象这个图 因为它它其实是当然有点可能来想象 就是说它其实是你当你在不同路径走的时候 它的确会影响这另外两个token 就是说我在比如说ZXO另外两个token 它其实会更加 我想是会导致它它的这个发价格范围 可能会放大或缩小 有可能会在这种情况 因为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 这个真的是就是一个平底锅了 对吧就是一个平底锅 然后或者比你过来就叫什么的一个搂子 一个搂子 然后然后就是说这个很平的一个搂子吧 然后这个时候你的这个一个X在上面动来动去 它可能会影响这个Y和Z的价格 但是它不会去 它的价格只是会缩小 但是它不会把它去放到 放大到P到一锤P的这个价格外面去 对这个就是如果是从一个 三维角度去去去去去去去理解这个曲线的样子 对但是这个观察我觉得是很好的就是说是是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怎么去 把它去看看就是说如果把它这个X去掉之后 它的关系会长成样子 对 但直观上理解你可以去去这么去理解就是说他他 他会对 这个所以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我认为他的流动性集中可能会比V3可能还会同就是更强一些 就是如果是就是V3的X加上L乘以根号P 乘以Y乘以L乘以根号P 也就是之前的之前 之前这个公式 然后我们算了一下好像是可能还会更强一些 所以我其实想问一下对我承认你这个其实就是在V3的基础上加了一个假设嘛 假设假个区间 就是聚集在这 所以你刚好又可以方程 可以对称化一下 是吧 就是刚好挺对称的 但是我觉得 对中化是对三维的一个理解 但是其实更加理解是说 我对这个三维的这个图 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三维的一个平移 最后得到了这个曲线 那么我刚才说了 就是说如果是 大家沿的原点去来平移的话 得到是一个 这个曲线就是说 就是在大于零的这个范围里面的话 它实际上是一个 就是一下是一个对称的一个图现 但是其实理工商来说 我可以把它做成一个 比如说长方形 或者就我不同位移的方式 我其实可以到不同的一个 一个曲线 对吧 就是我就是关键是我在这边 我要取哪一段的曲线 来做我的这个 这个交易的这个curve 就是我我要去去沉浸一下 但是沉浸一下 就是说这个这个的一个更加通用的一个想法 是就是说是就怎么去理解这个东西 对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有没有解释清楚还是 是不是这个公式一个比较普遍的形式 是x加a然后乘以y加b再加c等于 abc这样之类的 不是就是这个是一个我们提供的这个公式 是吗就是这个x加aL去E mx这个面 这个东西是任何的任何的一个参数 对吧 对对对这是我刚才想的 对啊 我其实刚就是因为我这两天正在看 跟那个一眼在讨论稳定币这个东西 是吧我觉得稳定币的话 其实它一个最大一个特征是什么 就是不管是带还是USD TSDC他们都是围绕以美金 为为为为锚点 就是来来上下波动的 其实我我想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公司里面有没有一个地方能够体现一个锚点 就是一美金这个概念 然后这样就是因为因为不管任何稳定币 它都是实际上它都会有一个自然的就是回归性 就是回归到一美金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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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态 那么就是有没有什么公式能够体现出 有一美金在存在这个地方 然后让所有的稳定币 然后有个自然回归 你刚才就是这个平底锅 其实我感觉那个东西就是一个回归性的东西 对你可以想象就是平底锅 然后的话呢 就是因为不稳定币和其他币差别太大了 一笔水嘛 然后最后最后这个在中立基础上 它就会跑到中间 最中间是什么 最中的就是一比一比一对吧 对的 我就想你这个中间的概念实际上是不是相当于就是一个 锚定的美金的这个一美金的概念 就是就是有没有一种等价的概念 现在是我有一个力量把它都抓回到一比一比 是的 所以说你刚才为什么那是P和P分之一呢 它实际上就是有我觉得就是一个回归性 我不知道 就是对就相当是你可以对就相当是P到P分之一 就是我就是这个这个这个是一个对称的一个 一个篓子或平底锅也好 就是这个锅就是应该叫产锅 我把比较平你锅这只是这个产锅特别平 然后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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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就是希望它最后大家再回归能到到一 但它有偶尔可能会对吧 这个油可能会跑到其他地方转一转转什么之类对吧 你锅换一换什么之类 但最后它还是跑到中间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起来 就是你现在选择的稳定币是不是 它实际上就是说是 就是是经过精选的 就是经过selected 但是现在很多稳定币有不同类型 那比方有些算好稳定币对不对 他们的波动性很大 你的公司就没办法能适应这些稳定币吗 就是你这个添加的机制是什么添加稳定币进去 添加稳定币对对 就是有些就是你对稳定币本身是不是有什么有些要求 打比方是不是 你刚才说这个价格比方是0.99到1.005之类的 是不是反正P和P分之一之间是不是 但是有些稳定币它的波动可能会超过这个范围 是不是 那么你会把这种稳定币给放进去吗 其实这个这个是就是application就是应用它想要怎么去用这个公式对吧 也就是你公司适用范围 然后当然的话就是这些稳定币即使你放进去 因为你这价格本来限制了 它可能超过那个价格 它也它也兑换不了了 但是对于这稳定币本身是不是 它可能它本来就是一个更大的一个价格去浮动 你怎么去处理 或者有的时候它那个价格还是单向浮动的 对这个其实参考V3的方案 就是说V3的方案就是说我有多个价格的range 然后用户来选择就是它不给 它只是提供你几个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可以选择range 对吧就是这种决法 然后或者就是说 我提供一个就是说一个特殊的一个一个价格range的方式 对吧 然后可能对这个稳定币它价格可能波动比较大 但其他可能波动比较少 但这个就需要需要比较精心的设计 然后然后但这也是一种可能性 就这个这个只是说说应用它来去在理解这个这个基础上怎么去得解决问题的吧 但是我们是我们这个更加是提供一个工具去来说 你可以用这个工具去来做这些事情 有这个可能就是就是说我们也不是完全我们我们来决定的对吧 就是就是但是哎我可以我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去解决 比如说多吃啊或者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或者其实还有一种方案就是就是像curve现在在做的meta pool对吧 就是哦有三尺但是三尺流动性最好 但是我用三尺的LP跟其他的token去做pairwise的这个这个 这也是一种方案对吧 就就就就这样的话他就就就说呃 然后那个a参数还还还但也需要去去去去去把它去调调节什么这些的 然后所以就是这就是curve现在使用的 我觉得你讲的就是v3和curve之间的对比还蛮好的 有没有兴趣然后专门搞一期 搞一期讲v3吗 讲curve 对对对不是就讲讲那个v3和curve之间对比的就是因为 我对curve没那么熟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topic不不太有很强的 就是说我觉得为什么就是说我觉得当然可以讲就是但是客服有这个不好的地方就是他的 很多东西是magic number就是 他不没告诉你他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啊或者什么你要猜然后 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一个经验经验性的东西就他可能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怎么意义 然后所以就就就嗯就就这方面的话我觉得v3就是 就我当时我们看完之后我们觉得哎 嗯这个是比较有意思就是 啊就是他的这个物理含义啊还有各方面的东西 嗯就是嗯我是可以很容易去就懂文学数学我就可以去去去去理解去去去玩对吧 然后写个脚本什么的就可以去去去把这种书带进去去去去去play 就就哎这个这个对 我补充一下其实我们嗯嗯 curve的小组也在进行中啊 所以想加入可以也可以申请 嗯嗯嗯到时候可以交流一下curve对 并且我觉得 curve代码也有吧 哦 哎周琦博士其实我问一个问题啊 哎啊这是你们python写的curve实现是吧 对对不现的 哦哎但是我其实刚才frank问的问题其实比如说比如说一些流动性差的 呃稳定b对 其实你还是主要是通过初始化 那个词字的p嘛 其实p是你在初始化词字的时候就要设好是吧 你主要还是通过这种手段来去解决 呃现在我们是可以 但是就是一样就是如果是我们支持比如说多个价格 价格 还是0.99 嗯 对 这么说 所以我觉得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稳定币兑换 其实你还是把把价格设置在比如说0.999到1.001之间 你是有这个前提去设置 然后在V3的模型基础上这么做 但是像curve它可以直接 比如说就在这个区间X加Y 它其实是最理想的嘛 就是X加Y加Z等于等于一个大D嘛 其实就是 对 就是一个切平面就是最好的是吧 就是那个平面 对啊 所以其实最理想的模型也是你能把它 规及成X加Y加Z是最好的吧 因为你X乘以Y X加什么乘以Y加什么乘以Z加什么的 其实还是一个 一个弧形吧 对 呃但是坦白来说 我是觉得呃 curve的成功 主要还是因为它把 就是没有完全使用X加Y加Z的这种方式 因为之前有个项目叫amstable 然后amstable的方式就是说X加Y加Z的一个 对 D 然后但是就是出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说它的流动性就可能说会会缺掉 就是就完全没有了 就被换掉 因为它你可以认为 这个X加Y加Z是什么是什么一个东西呢 就是一个图形从流动性的这图面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单点的一块钱 然后这个这个是这个所有的流动性都是聚集在 这一个一个pause一个点上面 就是不是一个分布到一个范围区间的 就哪怕这个的话我可以放大一下 你看看这个范围虽然很陡 然后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就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的这流动性一下就跑没了 然后 那么就那么这时候大家就是会有为什么 就是说比如说有些人跑去换 换投稿的时候他发现 哎我愿意以一个更差的价格去换一个稳定比出来 但是他都被换为了没了 他就不会用你了 因为很多时候交易的时候 对手盘很重要 比如说我能够让我时间里去找到对手盘 然后我我不想写一个脚本 然后什么时候告诉有流动性我再去换对吧 就是就很多散货还有各方面就是大家不不愿意 为了比如说可能几块钱的滑点或者100块钱滑点 然后我还要去去等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客服的我认为成功在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之前做一个项目 其实也就是我们做一个smoothie的项目 其实是一个 就是我的y4项目 其实就是做x加y加k的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高级版本 然后但是就是大家的普遍的反应就是说还是 就是我要当你换的时候发现这没有 然后大家很多人就说哎呀 那我还是去去比如客服或其他地方去换 我另外去牺牲一些手续费 但是我希望这手续费能够把买有时间 就是就其实很多是 但是你这个其实也有 有一点问题 如果比如说像DAI和USDT 价差大于0.001的时候 相当于我也可以把你这个基本换光 是吧 我只要1.001的乘以 我当前的本金就可以把你 带全部耗完吗 比如说用USDT 这个就跟V3 V3里面的就是说我一个 区间换完了 我就会摸到下个区间 是吧 一样的就是说 比如说我可以说0.999一个区间 0.99 0.9 比如说0.999换完了 那你跑到0.99去换 但是V3的区间是相当于是一段段的 而你这个区间是P1和P分之一 是一个对称的 就是 一样的那其实我就是我们这一段的话是一个 是overlap就是说是就是说就是P1会包含P0 P2会包含P1P2 对啊因为如果看到P0P1P2 这种就有东方法 但是其实就是 就是其实就是V3的还有这些东西都是可以 都可以存用的 可以吗 对对对 比如说你这个模型 小盒子套一个 有大盒子套一个小盒子小盒子 再套一个小盒子 那么最小盒子就是P0 然后现在有大盒子是P1 在这里有更大盒子P2 但是它不影响这个这个他的在这个曲线里面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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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的 对 V3的盒子是你平着放嘛 你这种就相当于盒子就是套起来 对对 所以你们可以就是比如说P可以设置多个 然后集中在一个瓷子里面是可以这样是吗 P的价格 喂喂听得见吗 我的意思是 那你就是说你的P可以 设置可以0.9的 然后0.990.999 然后这三个 都可以套在一个瓷子里面是吧 叠加在 对对这个什么 就是复权小盒子什么问题 你说你这个就是怎么样优化这个计算了 对这个对 你说你们的思路就是这么解决是吧 如果 明白 对因为其实你可以你可以这么想啊 就是说比如说我我我给P0添加流动性了 这时候呢 这时候实际上我给P0就添加一个 但是我给P的时候实际上是干嘛呢 实际上是给 所以这个曲线和P0这个曲线都体现体现流动性 只是说 当我这个点在P P0的这个范围棉次的时候我不用去算P 对吧 但是我当我这个棉 比如一个变成0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可能要把P1的这个东西 P可能也要算 就是说它它是联合这个公式 能要一起都要算 就想想就都更复杂一些 对 联合公式 我现在是这个我要解放成组了 原来是原来是解一个方式 现在我要解放成组了 嗯 对 我大概明白你意思 你就是说套娃的那种流动性是吧 挺形象的 对 但这个都是 这可能性吧 就是觉得这个反正就是有这种可能性 才大家才有 才很有玩的机会嘛 对吧 我再问一下 就是那你现在这个公式 它其实它有个 是不是有个限制范围 就它实际上只 就主要只能用在StrableCoin 就是稳定币上面是吧 其他币它实际上是不适合的 理论上也可以啊 你你就是用这个通用的公式 对吧 如果是那个公式的话 它是你 你如果如果是那个通用的公式 就是你你实际上就是MXMYZ 这些的话 那那跟那就是完全回归到V3了 不一样 理论上只有两个Token 这个是三个Token 三个Token是吧 然后我想的话就是 我直接发到聊天室里面 你如果是那个你实际上 这里面这个公式 一个最最最最基本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的这个价格做了一个限制是吧 如果比如你用那个A加P或者是A加P分之一 这样这样的这样来做呢 就相当于整个价格做了一个评议 这个评议其实那你不需要这个公式 你只要把这个X 然后每次进来的时候做价格这个P就好了 对吧 就这个这个不需要这个这个复杂的 这个就是调整MXMYMZ对吧 你就直接你X进来我就拼一下 然后套这个公式来算就好了 OKOK行 那暂时没了 OK好谢谢 对就是比如举个例子做现代 对吧 这个他可能价格不是为不是毛电仪 那种方式就是说 我就给他做一个价格平仪什么这种 虽然我觉得这个非常不好看 对吧 然后就是但是就是的确就是 我们遇到过这种问题 就是很多人就跟我们说哎呀 你要不做个价格平仪 然后把代这个价格做一个什么什么 然后做个Oracle 然后把他价格平仪拿过来 对 然后我们说哎呀这个实在是太难看了 所以就做Meme 但这个也是一种解决思路对 对啊 你就是你做个Oracle 然后就 然后你就集中流动性 其实这样你就可以做非稳定币的了吗 是吧 对就是举伦上是可以的 可以用可以用V3的来做Oracle 对V3也行 V2也行 反正就就是 反正V3Oracle我们用了一下好像还有点小问题 我忘了是什么问题 就就反正我们当时测试一下 对就反正拿着Oracle 或者哪怕Chainlink也可以对吧 不动Oracle 然后把它一放到中间 然后最后就通过这个公式来 然后就是算滑点对吧 这个也可以 就我们看到还有些项目是不是这么做的 我想一想是什么Cofix吗 还是还是那些项目就有些项目好像 但是他们好像没做成功吧 但是他们好像没做成功吧 因为就是流动性好像也是 Dodo Dodo好像是这么做的 Dodo Dodo 感觉